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大家好 什么是拔牙术 我在口腔和面外科门诊呢 常常碰到这样的患者朋友 我们在给患者进行拔牙告知的时候 告诉他们 拔牙实际上也是一种手术 什么叫拔牙术 就是把一个不能保留的 牙齿按照外科的操作进行拔除 叫拔牙术 实际上拔牙术也是一个手术 那么拔牙术呢 比如说有一些简单眼的拔除 那时间也用的不长 几分钟十多分钟 按照严格的拔牙的操作归程 那么比如说对一些骨埋伏的牙 对一些祖生知识的拔除 那这个时间呢 和他要求的这个步骤就更加的严格了 你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严格的消毒 要进行局部的麻醉 要选择好这个手术的适应症和心急症 那么呢要进行这个手术区域的切开呀 缝合呀 去骨呀 要判定这个牙柜的正确与否啊 要注意拔牙中的一些下跃槽神经血管素 甚至要保护好牙周围的上和痘啊 鼻腔啊 等等等等的 比如说牙齿在拔除的时候 先拎牙的一些保护 一系列的整个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不单单是一个拔牙 而叫拔牙术 是一个严格操作意义上的拔牙术 甚至有些拔牙术 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些拔牙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 seve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